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1月31日 亚仙奴门和曼联 星期日凌晨 应超有一场重投气 亚仙奴主场对阵曼联 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 费特远射被宾特利努神勇化解 下半场拿卡锡迪佛球击中横亮弹出 最终亚仙奴零比零战和曼联 比赛开始6分钟 拉书福特和萨卡的对抗中倒地 球证无理会 8分钟 路基索已挑传 观奴费南迪斯 禁区增顶时被斯迪苏雅雷斯推倒 球证依然示意比赛继续 16分钟 拿卡锡迪大波推进后远蛇 角度太正被迪基雅没收 19分钟 费特禁区湖顶位置兜蛇 比宾特利努飞身撲出底线 23分钟 汤马士-帕迪中场大波道禁区外远蛇偏出 25分钟 尼古拉斯比比开出右路角球 萨卡前点头取威胁不大 28分钟 普巴挑传 马田利尼抢在拉书福特身前及时解位 30分钟 亚仙奴快速反击 尼古拉斯比比射门稍稍偏出 33分钟 普巴直传 观奴费南迪斯扣过大卫雷斯后兜蛇偏出 43分钟 路基索已传中 拉书福特后点错失射门良机 上半场结束 双方互交白卷 益边再战 48分钟 比拿连右侧传中 韦里安后点推射被云比沙卡挡出底线 49分钟 韦里安左侧下低传中 尼古拉斯比比中路推射 又被哈利马古尼挡出 58分钟 曼联前场连续撞场配合 最后路基索已横传 卡云尼前点抢射被挡出底线 64分钟 亚仙奴获得禁区线附近佛球 拿卡石迪主佛击中横梁弹出 随后亚仙奴继续撕压 史密夫路违竞射被迪基亚扑出 79分钟 曼联前场反场 拉舒福特扎角度抽射打在边网上 81分钟 比拿连直传 尼古拉斯比比禁区右侧低射 过波刹处移出 88分钟 云比沙卡有路传中 卡云尼前点掃射稍稍稍篇出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亚仙奴主场零比零战和曼联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李斯盈报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